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請蔣部長 請蔣部長答詢 部長 已經中午了 24號 我們九把刀 九把刀受文化部的邀請 到宜蘭大學 去跟年輕學子 去討論一些意見 這雖然是文化部邀請的 可是呢他跟大學生探討了一些教育的議題 他其中有說到啊 念錯科系很正常 認為學生常常 因為不了解自己或者是這個科系 而念錯科系 但是如果等到 大學畢業還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麼那就是 自己的問題他也說 大學提供了環境 學生必須 自己去探索 技術是自己創造的 與其批評教育制度 不如探索 興趣 熱情 學習 對於九把刀這個言論 部長 他說念錯科系是很正常的現象 而且呢他認為 學生到了大學 才要多方探索 熱情 學習 您認同嗎 我想應該這樣說啦 就是說應該其實探索 應該從國中 從小 其實國小就有一些開始的一些探索 其實在不同的不同的 學習階段 應該有不同的探索的一些考量 在國中這一端 我們做私信輔導 做這個環節 也就是說他到底未來走哪一個方向 其實開始慢慢 從職涯的這個認識啊 認知啊到去嘗試啊 這一些其實是要做 進到進到這個高中高職 或進到大學的時候應該 當然高中職應該更明確了 那進到大學其實我希望那個選擇 是多數應該是他的興趣的 是 就是說不再進到大學的時候 還是說只是因為成績 我可以到這裡 所以說其實我們現在透過征選 透過這一些 其實就是應該是說 不是以成績為主要考量 因為你知道你的成績已經在哪裡 這個時候對於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好 應該我覺得在大學 應該要有這個 在選的時候就應該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了解 我希望在大學的進一步能力的培養 對於他未來啊 其實甚至不當不見得做他一定學的那件事情 是有可能的 可是呢 能力的培養在大學應該要有 但他未來就業要有極低的能力 本席也認為啊 其實就現實面 九把刀他講的啊 這個是事實 這是過去就一直是這樣 很多 以前我們的學生 很多都在某某東東 某某東東之中 選擇了他念了四年的科系 可是呢 我們不能把這個常見的現象 當成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而且呢 你剛剛也也提到了嘛 你進到大學才要開始探索自我 才要開始來發展的興趣 才要來培養一個熱情的學習 其實這是一個 已經是為時一來 大學一定要做 可是這樣做是來不及了 這樣做是三次 尤其是啊 大學的本質是在這個 培養高級的專業人才 跟精英教育的場域 雖然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 變成了普及教育 已經相對是普及的考量了 而且呢 而且這個已經是 我們常常社會上是認為 大學都高中化了 你的研究所是大學化了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不對的嘛 那我們就講 你一個生涯輔導 其實五十七年 我們就在九年國教史 就有針對職業來進行輔導了 是 七十年的時候 我們又有高級中學 輔導辦法 針對生活 教育跟職業 那麼 那個時候呢 我們都已經行之有年了 而且也衍生了很多的配套制度 可是為什麼 還是有這麼多學生 感到很彷徨 念錯科系 那事實上是因為制度沒有落實嘛 尤其是很多是淪為紙上作業 然後很少進行個人化的輔導 也就是說第一線上的人 包括家長 學校 輔導員 導師 沒有扮演好這樣的角色 那您現在一百年呢 針對十二年國教 其實世性輔導 是 世性揚才是我們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我們從一百年實施 一百零三年 這一批孩子就要進到高中 一百零六年 如果他要再升學的話 他就已經會進到大學了 您有沒有信心 現在這所推的世性輔導 是有辦法降低這個念錯科系 呃我想 我想這個大的方向一定是長期來看 一定會成效 而且成效我相信是會越來越好啦 因為世性輔導 讓小孩知道自己選擇去念什麼 不再只是成績的決定 而是可能越能力 可能興趣 可能性向 中整的這些條件 決定他去做什麼 不長 這個世性輔導 是針對之前的現象 我們把它更擴大 是 不是只有 又於剛剛所謂的職業啦 是 或者是 個人的興趣 或者生活嘛 是 那可是我們還是要記住 制度都是靠人來執行的 是 所以第一線上的輔導員 或者是導師 甚至家長的責任 這一段 我們教育部要好好的再把它督促一下 是 花了這麼多的錢 用心良苦 可是呢 如果還是念錯科系 我覺得這樣是枉費我們的用心 我想其實應該不要說用念錯科系看待啦 就是我希望他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未來的工作 是 接下來我就要跟部長來討論 因為社會一直認為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扭曲 我們的我們的學用落差 學生找不到職業 可是呢 部長 這件事情我們曾經對話過很多次 我們對學用落差這個問題是有共識的 因為你講過 有用的人的用 並不是因為他 他準備的職業技能 能夠找到工作才叫做用 對不對 對 我們認為有三大的能力嘛 你必須要培養嘛 是 然後呢 你應該是要帶著走的能力 是 因為我們現在都了解 產業的變化是非常的快速 是 技術跟職能這個事情是 永遠不可能在大學就把它培養完成 是 所以很多時候是他進到企業的時候 中生學習 能力的培養很重要 所以呢 問題產在哪裡 問題是 即便企業要來教導這個他們的員工都無法教導 他們沒有一個學習帶著走的能力 這才是我們現在高等教育覺得最痛苦 最要改進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要因為社會說我們學用落差 我們就一直努力在培養培培培培那個職業訓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大學的本質就不對了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大學可以關掉 我想其實 直接開職業訓練所 大方向同意喔 就是說 其實當然要紓解一些這個學用落差的問題 可能有一些專門的針對就業的能力的培養 就業力的培養 你要讓企業能夠有能力去教導他嘛 好所以呢 部長我們在做高教這個教育檢討的時候 千萬不要迷失方向 不能因為說社會說我們的就業 找不到工作 這當然是一個整體結構問題 可是更重要的是 他有沒有能力在他的人生裡面 有很多的貢獻 其實我跟委員再做一次說明 我那時候一直都談 我說競爭力是幾個面向嘛 人文科學素養 不管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不要跟我談啦 部長 我非常認同 而且我也相信我們的這個地方共識很高 你要讓社會認同 讓社會了解 讓知道我們大學高等教育是在做什麼 這個在十二年國教 就逐步的要在落實這些能力的培養上 要有讓他能夠從小開始能夠譬如團隊合作 你知道嗎 其實像今天的新聞 美國就有一個廚師 明星餐廳的廚師 他放棄了他的年薪兩百三十萬 為救世軍的免費食堂來服務遊民 跟這個窮人 這就表示說人的職業不是只是在職業 所以每個人他一定是會成為有用的人 這個有用是在個人的那個成就感跟價值觀 完全沒有這個案子 害我空歡喜一場 我以為你已經聽到我 我一直的呼籲嘛 好原來這個還不是啊 還不是只是一個討論 那可是我就覺得啊 如果他不是計畫 如果他不是成熟的策略 為什麼要對外亂放話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包含我們私校土地的問題 包含我們的學分制 我們的學分制 本席一直在強調 還要跟我們的學費 雜費 要演你配套 為什麼我們就對外發表 這個學分制的時候 我們的暑假第三學期的時候 我們的收費會怎麼樣 這是不成熟的還沒有成定案的事情 為什麼要這樣對外發表 我覺得這樣是引起社會的問亂耶 是 你要不要檢討 我想好謝謝委員的提醒啊 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視 這個謝謝您持續的關注 我們當有一些Program都在做 害我空歡喜一場啊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演繹中的一個思考啊 我們在這個相對應的應該對人文社會科學做更多的投入這部分 定案以後請最快的速度讓我們知道好不好 好 那剛才您說我們是放羊的狼啊 我們應該是牧羊人啊 應該是牧羊人啊 好好好 副長 那我希望你是這樣 為什麼我還要問 你答應我今年的八月要提供台灣版的留留學工費 然後都沒有 然後你跟我說要把它列為跟企業募款的第一要項 現在我們的裝置員我們的桌球的款都已經募到了 我們的台灣版留學獎學金呢 我們真的弱勢折優的獎學金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副長你不是嘛 謝謝 運動員 運動員 運動員這一塊我們做了一些努力 我也跟委員特技說明 什麼時候 下面這一段我現在最近跟企業在互動的時候 這一塊我會當作第一優先 下面再產生的新的一個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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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上面最尖的那一塊叫做戰友 你知道為什麼社會出問題 我們台灣每個人都很幸福都享有一堆便利性 我們有健保我們有捷運我們有教育有自由有民主 我們罵總統都不會怎麼樣 然後我們擁有的也很好 可是不均 我們窮人富人兩極端中間是那根瘦骨頭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戰友的那一部分 戰友的人如果不被鬆動 而且這些戰友的人往往就是不肯被鬆動 那這個東西就是要做教育翻轉的時候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當然不是擁有的人有錯 也不是享有的人有錯 是戰友的人他該不該 該不該有這個利得 他該不該要有一個良心 這件事情教育要著手 好最後呢部長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兩廳院是教育部的管轄對不對 你知道他的黨旗是尊重他審議委員會 其實兩廳院的黨旗 他們挑選出來要做國際化演出之後 剩餘的才開放給我們國內的團隊 但是部長我這裡要建議 兩廳院附有國家的一個重要議員活動的這個主導的角色扮演 所以我希望部長可以去關心 兩廳院必須要去調整一些一些做法了 譬如說我們兒童節 我們的母親節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兩個黨旗裡頭 為我們的兒童做開放日 做一些藝文活動的一個一個主題 母親節呢 為我們的女性來策劃節目 這個這個黨旗的思維 希望部長去 好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會具體的去跟他們有一些互動 然後看看可以有什麼結論再跟委員做一些說明 好謝謝好拜託 好